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第三部分 语法,把字句 我们通常在表达把某物给某人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型就是把字句 比如说这个图片是一本词典,一本书 这个书要从一个人的手里到另外一个人的手底 如果我们要用把字句怎么来表达呢 比如说这个句子 林娜,请你把那本词典给我 好了,这里就用上了把字句 把词典给我 这个句子表达的意思是把某物给某人 把词典给我 比如说下面这个是一张照片 你和他一起,你为他拍照的照片 那么现在要把照片从你的手上到他的手上 该怎么表达,该用什么样的句子呢 可以这么说 你把照片给他了吗 这是一个问句 你把照片给他了吗 照片从你的手上到他的手上 好,这个图片是图书馆 图书馆,图书馆里很多书 他呢,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 现在呢,要还了书 他把那些书还图书馆了 他把那些书还图书馆了 好,大家把这三个句子跟我读一遍 林娜,请你把那本词典给我 他把照片 你把照片给他了吗 他把那些书还图书馆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些句子 做一些练习 节日到了 宋华买了一个礼物 买了一个礼物 他要把这个礼物呢 给谁 送给利波 宋华把礼物送利波了 宋华把礼物送利波了 表达把这个礼物 从一个人的手上 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 把某物给某人 好,这个是 小银的旗袍 现在呢 小银要把这个旗袍 怎么样 借给林娜 借林娜 小银把那件旗袍 借林娜了 这是一辆自行车 这自行车是我借的 那现在呢 要怎么样 要还了 那么用把字句 我把自行车 还老师了 好,接下来大家把这三个句子跟我读一遍 宋华把礼物送利波了 小云把那件旗袍借林娜了 我把自行车还老师了 好,所以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语法结构 把字句是 它的结构呢 是主语 加把 加宾语 这个宾语呢 通常是表示某物 加一个动语 加一个动语 再加个宾语 这个宾语呢 是表示 某个人 表示的是把某物 给某人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做些练习 昨天我做 这个迪士了 做出租车了 然后我付钱给司机 那么用把字句怎么表达呢 我把钱给司机了 我把钱给司机了 既有这个把这个词 也有这个动词 给 构成了一个把字句 这本书 是一个英文书 我借的 现在呢 我要辉煌 怎么说呢 你把课本 还他没有 你把课本 还他没有 问句 问句 好 这支笔 是 大卫 给我的一个礼物 给我的礼物 我们用把字句怎么说 大卫 把那支笔 送我了 送我了 也是 有了把和动词 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句型 好 大家这个把三个句子 跟我读一遍 我把钱给司机了 你把课本还他了 没有 大卫把那支笔 送我了 那么把字句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否定式 把字句的否定式 这个否定式 该怎么去 去去转换呢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一个否定词 没有这个否定词 放在把 这个词的前面 就构成了把字句的否定式 比如说 林娜 没有把护照 给工作人员 好 大家看到 没有把 护照给工作人员 邮局 没有把 那个包裹 给我 马大为 没有把那件衣服 送他 好 都是 把某物 给某人 他的一个否定式 一定要注意 这里 一定要用否定词 没有 好了 那么 有些人呢 他 在使用把字句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 这样的句子 林娜 把课本 没有还我 这个句子对吗 这个句子 是不对的 不对的 不可以这么表达 那么该怎么表达呢 应该是这样的 林娜 没有把课本 还我 把 要这个 这个否定词 没有 应该 放在 把的前面 这个句子 表达才是正确的 所以 我们得出了 否定式 把字句的否定式 是这个样子 主语 加没有 加把 加宾语 这样构成的 把字句的否定式 表示没有把某物 给摩托 给摩托 有请不吝报